最後一班練習的時候 劉濟隆給他掌聲 夾尖叫 如果這個不是部落型男的話 恐怕 來 你看 他走進來還要繞一大圈 到後面 我來示範一下走路 一般人都是直走 他不是一定是這樣 先讓大家看他的後面15度角 45度 再回到正常的角度 一定要這樣嗎 帥哥 就走路比較順 走路比較順 來介紹一下吧 來自哪裡 我來自台東 泰馬里大丸村的年輕人 一定是泰馬里的 大丸村的部分很明顯 大往台東嘛 對 OK 現在是讀體中嘛對不對 沒有 體育大學 喔 體育大學 什麼樣的科系 競技系 我是練田徑的 田徑 哇 一百公尺跑多少 二十幾秒 二十三吧 不可能啦 應該有十秒吧 沒有 差不多啊 差不多是不是 到底是多少嘛 十秒幾 十一秒 十一秒左右 那這樣算很快喔 OK 你現在可以跑一下嗎 可以 沒有 沒有 好的 我想 不用講了 我們最後一位參賽者 誰還沒有出現的 來 絕對是我們的金匠儀卡 我們邀請你 上到我們的舞台中央來 來 擁有特殊掌音 中氣時 除了劉激龍 要退上英雄幫 細膩的金匠儀卡 究竟誰能獲得四千元獎金 舞台中央去 劉激龍 你安靜的眼神 也有一種接觸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 多美麗多難得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就是那麼愛你 什麼都想回你 愛是一種獨一 正在發作 你知道我愛你 會愛到很久 甜蜜不必記著說 慢慢享受 連天使都嫉妒的生活 就是那麼愛 嗚呼 只要看一秒 嗚呼 連天使都嫉妒的生活 嗚呼 情有多少 心痛就有多少 如果真要這樣愛到老 嗚呼 承諾已不重要 淚水不是求饒 只要夢能燃燒 付出從來都不覺得夠 一顆心跳被你上勒索 情願一生蹉跎 遺失折磨 無緣油 天之道狂悲狂 天之道狂悲狂虛 都是我欺騙我自己 還不能徹底的瘋狂 又怎能死心她的苦苦地唱 你知道愛有多狂 你知道愛有多狂 你就能這樣把我傷 你知道愛有多狂 你就能這樣把我傷 苦一滴地老人一天荒 還是心甘情願這樣 好的 謝謝大家 也請我們的金獎一咖 也請我們的紀龍來到舞台上來 我想金獎部分就大家很熟悉了 紀龍我覺得唱得不錯 幾個轉音其實是 在那個半音之間 能夠在現場掌握到這樣的精準度 就滿好的 直接請我們的老師評審好不好 我們邀請到的是我們的副委老師 有請 好 紀龍的聲音真的 製作了一個非常好的氛圍給大家聽 尤其是這個 這首歌本身它就是需要滑音 而且要唱得鬆 在A段的時候 這樣才會有那樣的氣氛 對 事實上都一直做得很好 只是小部分有時候會覺得累 可能那個滑音不到 滑音不到的時候 就會變成P曲不準 對 會很容易被聽出來 那金獎也可以感覺到你累了 對 因為你的尾音是完全 已經抖的波度比較大 也比較短 所以那就是氣不夠了 已經是累的那種聲音 所以在表現上 你就沒辦法去做工 就沒辦法戲了 所以是很可惜的一個作品 好的 謝謝評審老師的獎品 我想大家這次比賽 比的有時候就是耐心耐力 有時候狀況不好還是要比 狀況好當然更要比 對不對 好 直接來看一下成績 到底講入誰家呢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的劉基隆 到底得到什麼的成績 請評審老師給分 成績 謝謝老師 評審老師有志一同 共識相當地清楚 您距離也第一次展現得 這麼地無疑 來 一共得到252分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好的 馬上來看一下我們 風紀股長金獎伊卡的成績了 請評審老師給分 一共得到256分 還是我們的金獎伊卡獲勝 謝謝老師 謝謝 掌聲鼓勵一下 掌聲鼓勵很棒 好的 謝謝我們的劉基隆 謝謝 來 恭喜你 再次恭喜我們的金獎伊卡 好 也請回到我們的寶座了 我想PK賽一個會有 但是不管怎麼樣 原住民的交流 就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情 對不對 好 今天我們選出PK幫的 最高成績的 舞思愛是不是 來到我們的舞台前來 以及英雄幫 成績最高的我們的帆軒 來到舞台中央來 來 恰好這兩個勇士PK在一起 差一分對不對 來,你先講一下 你今天的感受 來 今天其實真的很開心 然後一個會有 然後很開心原住民 能夠在這裡一起唱歌 對 很開心,謝謝 OK,所以一分顯身 反正你一直... 好像有點自責 不是啦 我覺得輸贏真的很不重要 錢拿到才是重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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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主持人 恭喜 對 沒有,重點真的是 大家一起躺在這裡 然後互相交流 互相學習 學到今天就很不重要 真是冠冕堂皇的一番話 來,凡軒 你會不會覺得很隱恨 最高分耶 不會 差... 你是最高分耶 很好啊 很好 可是... 你媽媽可能覺得可惜了啦 他可能要錢 他...沒有啦 你媽媽不是關心這個 不過他跟我提的第一件事情 也是錢啦 沒有 你是最高分的 對,怎麼樣 就很開心 很累 其實凡軒也不要難過了 雖然差一分數 但是這種兩強相會必有一傷嘛 對不對 重點 凡軒的積分應該會累積不少啦 OK,好不好 再一次呢 給這兩位的成績 非常高的一個狀況下 他們這樣的交流 給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也謝謝他們 謝謝 好,謝謝 謝謝老師 幫他跳 好 也請 吳士燕回到我們的... 好 OK,我想呢 今天真的是令人感動的一個夜晚 那希望部落的好朋友 也持續的支持我們這些所有的參賽者 以及我們愛唱歌的這些部落的青年男女 因為原住民愛唱歌本來是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 但是我們多多鼓勵他們 讓他們更有自信站在這個舞台上 好不好 今天最辛苦的 除了我們的參賽者之外 還有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 還有最辛苦的是我 給我拍手一下 當然比我要辛苦的 恐怕就是我們的評審老師 傅偉老師 以及我們的羅美玲老師 還有我們的阿達老師 還有我們不能忘記的 烈狗樂團 好的,今天真的是一個 非常漫長的一役 重點,大家的感覺非常好 下個禮拜 我想我們第四場的PK賽 即將登場 一樣我們會招募 各路的人馬來到這邊 很多真的是珍奇異獸 我 一定是你沒看過的這種歌聲 請大家 絕對是用保育類的這種觀念 去看我們的比賽 精采可期,好不好 重點 要回到我們的什麼地方 沒有錯 約聖英雄榜 等你來上榜 恭喜 來 交流一下 就讓那一切吃流水 把你都只是屬於 今天的比賽可說是高潮 蝶起精采不斷 每位前來PK挑戰的歌唱好手 哥哥都全力以赴得完整呈現自己的表演 而英雄們也拿出前兩場累積的經驗來迎戰 並且用百分之百的戰鬥力以及實力勇敢的面對強敵 在今天十組的對戰組合裡 他們的成績都是以些微的分數顯勝對方 可見今天不管是英雄幫或是前來P管的PK者 都激發出無限的潛力及實力 盧莉的想要打敗對方贏得勝利 這場超強的戰鬥力及渴望獲勝的想法 更增添今天比賽的可看性及精采度 不過英雄幫的挑戰還沒有結束 在下週最後一場的PK賽 又有什麼樣的各路英雄好漢前來挑戰 英雄思想能否再接再厲 打敗最後一場的PK高手 也能夠如願隱藏的守住PK獎金呢 精心鎖定下週的原始英雄幫 使用 Tu 但是你不是要抵达的 好久的 你們是想得出發自的 你是想得到 你是不是想得了嗎